台北在星期日6月4日晚間加入全球接力悼念六四行列 並且特意選在當日傍晚6時40分開始 在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舉辦燭光盤會 以紀念發生於1989年震撼全球天安門血聲震壓事件 主辦單位華人民主書院也在晚上8時09分時邀請上簽名 不為龐河大雨仍然踴躍出席的全場民眾是集體靜脈64秒 表達對六四遇難受害者的愛到 台灣今年的六四紀念活動主題為 威權抗爭捍衛民主凝聚聲火撐自由 各界人士包括六四民主抗爭運動的中國籍親力者 台灣多個人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 以及在台港人、藏人、維吾爾人甚至烏克蘭人都摘起出來 折聲呼籲全球團結以抵抗中國這個極權 國家侵犯人權的種種惡行 曾被中國囚禁五年的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 是第一個因為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到判入獄的台灣人 他在台北六四晚會支持表達 而目前旅居美國親身參與過六四六運動的學運領袖周峰所 即是通過了預錄的視訊 在台北的燭光晚會表示 中國去年轟烈上街的白紙運動者 他認為這就是1989年六四精神的延伸 根據主辦單位華人民主書院的統計 大約有2500人出席了台北六四燭光晚會 在台港人的參與尤其容約 在台北的燭光晚會選擇 我們在台北的燭光晚會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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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在台北的燭光晚會選擇